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233网校,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姜老师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画风 你看风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可是几个小朋友他硬是要用自己手中的画笔来画出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风 他们到底是如何来画的呢?我们一起赶紧来看一看吧 宋涛、陈丹、赵小易在一起画画 他们在洁白的纸上画了房子、太阳、大树 陈丹还在树上画了几只小鸟 同学们你们看,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有几个呀 有宋涛、陈丹、赵小易有三个小朋友 他们在一起画画,画了房子、太阳还有大树 陈丹还画了小鸟 在这一个自然段呢,老师要提醒一下同学们 有生字呀,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呢就是单字 在生字部分呢,老师也讲过 单它表示红色 我们可以来组词比如说牡丹或者说丹顶鹤 跟它很相似的一个字呢,就是舟字了 也就是我们这里加一撇,下面加一点 就变成了舟字 舟表示小船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组词呀,比如说龙舟或者说木舟 舟字我们要怎样来记住这个字呢 老师啊,告诉大家 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条船 它的左边和右边呀,分别都有水 所以呀,它这上面是两点 两点,而丹只有一点 这个地方是两点 这一撇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在船的周围呀 或者说在水底下呀 可能就有这种飘摇的水草 把它想象成水草的样子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舟上面有一撇 下面还有一点 好,同学们,你们记住这个舟字了吗 好,舟和丹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读完了第一字眼段 老师想要问一问大家 房子、太阳、大树以及小鸟 这样的景物呀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共同点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的同学呀,他就说了 房子、太阳、大树 它们的共同点呀 就是它们都是这三个小朋友 画出来的画 还有同学说呀 房子、太阳、大树 这些景物呀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能够看到的 是司空见惯的 对了,这些呀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呀,宋涛 他就想了一个主意 我们来看一看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提议呢 宋涛就说了 谁能够画风啊 陈丹说 风、看不见、摸不着 谁也画不出来 你看啊 宋涛因为我们画的景物 是日常的景物 所以呀 他突花奇想 想要去画风 而陈丹说呀 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所以呀 他认为画风啊 是非常的难的 对吧 好,同学们 听完老师对这两个字量的那一个讲解 那么下面的这两个问题呀 对同学们来说 也就是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宋涛突发奇想 想要怎么样 然后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风的特点是什么 因此呀 陈丹他认为画风是怎么样的呢 对了 我们一起来看 宋涛突发奇想 他想要画风 说明他是一个敢于想象 胜于提问的孩子 那么风 他有什么特点呢 对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所以呀 陈丹认为画风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文章里面有三个小朋友 宋涛呢 提议画风 而陈丹认为画风是非常难的 我们来看一看赵小义 他会怎样说呢 赵小义眨眨眼睛 想了想 说 我能 只见他在房子前面画了一根旗杆 旗子在空中飘着 宋涛说 是风 风把旗子吹得飘起来了 好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 赵小义 他有没有想出自己的办法呀 对了 赵小义啊 想了想 眨了眨眼睛 然后呢 找到了画风的方法 而宋涛呢 也对他的这种创意 表示心悦 成福 好 在这个自然段呢 老师也要强调两个身子 第一个呢 是跟 第二个呢 是干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跟 跟跟 相同的一个字音呢 也是 就是跟 这一个字 它们两个呢 虽然右边的部分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的偏旁是不同的 上面这一个跟 它是一个木字旁 表示呀 这个字它可能跟植物是相关的 你看我们可以主词树根 或者说草根 而下面这一个根呢 它是一个竹字旁 表示跟脚有关 你看 从它的主词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 跟班 或者说 跟从 我们要跟在某个人的后面 当 他的 跟班 或者要跟从某人 一定要走在它的后面 也就是说 要用脚来走 所以呀 它是一个主字旁 好 这是第一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 这个字呢 干 它是一个多音字 它有两个读音 有一个读音呢 读作干 我们可以主词 旗干 或者说电线干 它还有一个发音呢 发作 杆 笔杆 或者说 枪杆 这两个发音呢 老师呢 也经常弄错 老师呢 是这样来记忆的 老师认为啊 杆 当他念杆的时候 表示那个物体啊 是比较长的 你比如说 旗杆 电线杆 都是比较长的 直直的 而当他念杆的时候呀 表示的那个物体啊 是比较短的 比如说 笔杆 或者说 枪杆 老师啊 用这样的方法 来记忆 这两个 不同的发音 同学们 也可以借鉴一下 好 在这两个自然段呀 赵小一 他想到了办法 来画风 所以呀 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赵小一 他是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 把无形的风 表现出来的呢 对了 赵小一呀 是通过 画飘着的旗子 把这个无形的风啊 表现出来 说明啊 赵小一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 小朋友 好 赵小一 画出了风 我们来看看 宋涛 还有陈丹 他们会怎样吗 我们往下看 陈丹说 我也会画了 说着 他在大树旁边 画了几棵弯弯的小树 宋涛想了想 他把画上去的 太阳擦去 画了几片乌云 又画了几条斜斜的雨丝 说 下雨了 风把雨丝吹斜了 这个时候 赵小一笑着说 我还能画 他画了个 拿着风车的小男孩 风车呀 在呼呼的转 好 这三个自然段呀 就描写了 这三个小朋友画风 他们是如何画风的 我们来看 陈丹呀 他画了一个大树 在大树旁边呢 画了几棵弯弯的小树 同学们我们想一想 风跟树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对了 是风把大树给吹弯的 好 宋涛呢 他怎样画风的呀 他画了几片乌云 又画了几条斜斜的雨丝 那么风跟雨丝 他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对了 是风把雨丝吹斜了 这个时候 招小易画了一个拿风车的小男孩 那么风车和风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 风把风车吹得呼呼的转 所以呀 从这几个小朋友画风 这一个故事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呀 事物彼此之间呀 是有联系的 需要我们的同学们呀 能够善于的观察生活 能够开动脑筋 好 在这里阅读了这三个自然段 老师呢 要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你能分别说说 陈丹 宋涛 还有赵小易 他们是怎么样的孩子吗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 我们首先看到陈丹 前面陈丹说 风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他认为画风是非常困难的 而现在他却说 我也会画风啊 在这里呀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陈丹呀 他是一个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一个孩子 并且呀 他在大树的旁边画了几棵弯弯的小树 这呀 也说明 他是一个善于动脑筋的小姑娘 他没有照搬照小易的 而是啊 自己通过自己的发现来画风 我们再来看宋涛 是宋涛来提议画风的 说明他富有想象力 上于提问 在这呢 他把画上的太阳擦去 画了几片乌云 然后又画上了斜斜的雨丝 在这里呀 我们可以看出 宋涛啊 是一个想问题 非常全面的孩子 为什么呀 因为你看 有乌云 有雨丝 说明啊 这是一个雨天 那么太阳呢 就不太可能出现 所以啊 他还细心的 把画上去的太阳 给擦掉了 我们再来看赵小易 赵小易呢 是最先想到画风的办法的 而且呀 他不止想出了一个 他还想出了两个 说明啊 赵小易呀 脑筋转动的非常快 也说明呢 他平时啊 非常剩余的观察生活 好 这三个小朋友都在画风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三个朋友正说着画着 忽然吹来一阵风 画中的景物好像在动 一张张画显得更美了 好 同学们 这是这篇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 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 前面我们讲到了 如果在一个句子里啊 你看到了好像 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比喻句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句子 它是不是比喻句 忽然吹来一阵风 画中的景物好像在动 这是一个比喻句吗 不 这并不是一个比喻句 尽管它有好像在这 因为我们的比喻句 在前面的课程里提到 比喻句呢 是要把假事物比作以事物 也就是说要有两个事物 而在这一个句子里 我们并没有 老师举个例子说 诶 圆圆的月亮 好像玉盘 这样呢 我们就把月亮 比作了玉盘 比作了一个盘子 那么在这一句话里 画中的景物 好像在动 我们只有景物 并没有 这是假事物 我们却并没有 第二一件事物 所以啊 这一个句子 它并不是比喻句 好像在这里啊 是似乎的意思 或者说仿佛的意思 画中的景物 好像在动 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啊 三个小朋友 把这画画得非常的逼真 让人看起来呀 这些画中的景物呀 似乎在风的吹动下 在动 好 同学们 课文呢 我们就学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看 这篇课文呢 讲述了这三个小朋友 互相的启发 互相的鼓励 最重要 用不同的方式 来画出了风的故事 这一个故事 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 事物之间呢 它是有联系的 需要我们呢 山鱼动脑筋 来找到解决 这个问题的办法 好 同学们 文章里面的小朋友啊 都找到了 画风的方式 如果是你 你想怎样来画风呢 我们来想一想 好 有同学说 比如说小明啊 他就想到一个好办法 他说 我会先画一条小河 再画几条波纹 因为啊 是风 把河面吹出了波纹 那么 小红 他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他说 我会先画一个烟囱 再画一缕斜斜的烟 因为啊 是风 把烟给吹斜了 我们再来看看 莉莉 她会怎样画风呢 莉莉啊 说 我会先画一个风筝 在天空中 再画一条斜斜的风筝线 握在小朋友的手里 在这里啊 你看 莉莉就想到了 是风 把风筝给吹起来的 好 同学们 画风 我们有许多的方式 也有很多方法 那么 在我们的生活中呀 比如说 声音 还有气味 它跟风 也是一样的 也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那么同学们 你们想一想 用什么样的办法 能够把声音 或者气味 给画出来呢 好 这是我们课后的一个作业 老师希望 同学们能够 跟老师交上一份 非常好的答卷 好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呀 我们的课程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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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